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军警包围下挺进布查证视察 除了沿途目睹断源残病和坦克骨架 最让他不舍得还是看见大量平民死伤 将请平民遭到俄军残杀 泽伦斯基的表情变得哀伤 认为面对这样的俄罗斯恐怕没有协商的余地 拖着疲惫身躯 泽伦斯基花时间和居民交谈 并和布查镇长一起视察物资供给战 有民众感谢总统没有抛弃他们 泽伦斯基则归功镇长勇敢留守 并现场颁给他表扬勋章 这几天布查证悲惨画面不断在镜头曝光 包含陆续发现的万人种 死亡人数相当惊人 二军还把地下室当成刑场 里头的死者被反绑双手朝头不开枪 受害者中包含这名富人的丈夫 布查镇长认为俄军如此胆大万为肯定有上级受益 也怀疑这只是冰山一角其他地方恐怕有类似的情况 俄罗斯到目前还不承认残杀平民 更说一切都是假新闻 结果马上被这张卫星照打脸 其实俄罗斯士兵自己也留下证据 在民宅内拿口红写下感谢热情款待抱歉弄得一团乱 谎言一一戳破 现在包含美国总统等国际政要都认为俄罗斯犯下战争罪 只是随着战争时间拉长 不然总理不满有些欧洲国家态度不够硬 他直接点名法国总统马克宏 同平马克宏一直想和普京谈判 根本浪费时间 但如何有效逼俄罗斯全面停战 欧美还在伤脑筋 美国预告很快害盟国公布新一轮制裁 并设法提案将俄罗斯逐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将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说 预告将揭露更多恶军暴行 TTV新闻综合报道